這就是關於Linear Programming的題目 現在這個圖是 B,E,F是 18,0,0,18 和60這三點 C,Y等於9,和 B,E的相交點 D,E,F,和 這條橫線的相交點 A,有什麼特別呢? A,就是 A,E,和 A,F,2,1 A,F,1,A,2,2 要求您找到 A,B 和 B,E 先加上PART A PART A 找到兩條橫線的方程式 分別是 AB 和 BE 找到A 它 有一個 Linear Senator 可以用point of division 就是018,就是0乘1加6乘2除3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計算A的座標 就是0乘1加6乘2除1加2 這是x座標 y座標就是18乘1加0乘2除1加2 除2個Ratial相架 在這裏你會計算到它的座標是46 計算到A的座標之後 你便可以找到AE的方程式 所謂AB的方程式 因為B這點是180 所以Equation of AB 就是 y-6 over x-4 就等於 6-0 over 4-18 這裏就是整理好看 y-6 over x-4 等於 這裏就是 6除4-18 就是-3 over 7 然後 交叉相成 7y-42 就等於 -3x加12 所以3x加7y 然後 42-12 就是-54 等於 等於 這裏就是 AB的方程式 EB EB比較容易找到 因為它有兩個 intercept 所以你直接用 intercept formula Equation of EB 就是 x除 除了 x-intercept y除了 y-intercept 就等於 x加y -18 就等於 這裏就是 A 好了 到B B B就說 EF 這條 Equation 不用你找 就是 y等於 -3 x加18 其實你也有能力找到 當然 免得自己找 他就給你 現在就說 現在就叫你 找回P這個 功能的 maximum value 在這個範圍內 在這個範圍內 那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 你可以去想一想 你只要找回 這四個的 雙交點 代替 都可以 這是最直接的方法 所以 我們可以找回 這四點 A的座標 有 B的座標 也有 只差C和D的座標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A的座標 就是 剛才找了 4 6 B的座標 就是 18 到C的座標 C的座標 就是 E B和 Y等於9 這條線上 即是 X加Y等於18 和Y等於9 的雙交點 因此 我們就是這樣做 將 X加Y 等於18 和Y等於9 就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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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便會發現 X和Y 都是9 即是 代表 C的座標 是99 C的座標 就是99 到最後 我要找回 D的座標 D的座標 就是 Y等於9 以及EF的 雙交點 所以 其實就是 一樣 我現在要解決 Y等於 -3 X 加18 和Y等於9 的雙交點 這裏 便會計算到 X是多少 X就是3 Y就是9 所以 D的座標就是39 有4點 那你便計算P的最大值 When XY 等於 4 6 的時候 P 等於 5X 減8Y 代表 XY 座標 5 X 減8 乘 Y 這樣 可以 都可以 5 4 減8 6 負28 只不過 ABCD 4點 都可以分別這樣 計算 Copy and paste 你便寫四次 當 XY 是180 P 是5 18 減8 0 即是90 當 X 是9 Y 又是9 的時候 P 就是5 9 減8 9 即是負27 到最後 當 X是3 Y是9 那 就是 5 3 減8 9 按 計算 5 3 減8 9 9 9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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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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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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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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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hor 8 9 9 9 10 9 1 9 1 9 你可以計算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推線 推線就麻煩很多 因為這次沒有格子圖給你 你很清楚說到那條線的斜率在哪裏去解釋 如果你想看圖是怎樣 那圖大就是這樣的 你游到範圍就是這樣 考試可能會叫你寫一個 貼困圖出來 其實貼困圖應該是 y小個等於9 然後這條 3x加y大於18 大於18 x加y小於18 最後就是 3x加7y大於14 有時候它會讓你寫出來 那你會懂得寫 如果它是要你推線的 那你要怎樣畫呢 那你就先畫這條線 這條線是標準的 就是5x減8y等於0 不過這次比較難畫些 因為你不知道那條線是怎樣擺放 你最多只是知道它是正確的 兩尺 然後就要 done 然後你要把幾條線拉出來 推到最上面 推到最下面 推到最下的東西 左到最上面應該會得到最沿尾 rid 當然這次因為它沒有圖給你,沒有Graph給你 它就這樣給你這些線和陰影 你很難去畫 5x減8彎等用零,很難很準確地畫出來 所以你只能用Divertix的方法去處理 我同學上的難度是減低了 這就是A,B的一個全方法 你可以在圖上再做一次